大家好,我是纪景成 最近这几天很多人在问我 怎么样让自己成功 其实这个成功的定义 是每一个人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去把它统整 我们有很多华人的一个成功案例 他都必须要有一种特质 本身的特质 这个特质包含在这三个字里面 就是智 仁 勇 三达 德 智是什么 专业知识还有证照 这个很重要 我们本身的专业知识跟证照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字是什么东西 人 慈善的爱心 要发挥这种一种慈善的爱心 第三个是勇于行动 真的敢去做 我经常跟人家讲智人勇这三个字 也跟人家讲的是信愿行 让人家来相信我们 那人家为什么要相信你呢 就是你本身要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风格 与众不同 你不可以说人家做什么 我们跟着做什么 人家卖鸡肉饭 我们就卖鸡肉饭 人家卖卤肉饭 我们跟着卖卤肉饭 这就没有独特的风格 再来是一个行销 行销很重要 把我们个人行销出去 在这一个科技时代 行销最好的是网路 很多人要找你的时候 不管你的专业是什么 你的智能是什么 人家要找你 必须要在网路上面能找得到你 这个就是我们要行销自己 行销的方式有很多 网路行销 或是外面 我们去逐一逐户的 跟外面的人交流 交朋友 这个都可以行销 第三个是团队 一个人再怎样强 都没有一个团队的强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 团队来帮你整合 有一个平台 有一个交流的地方 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 在我们的这个世间法 获得名利双收 有很多出名的人 郭台铭 马云 这个是企业界的 比较聪明的 他们都是有团队的 他们都有行销的 他们有独特的专业知识 那我们如果是以 我们个人的专业 其实也是这样 我们只要不去欺骗 欺骗大众就好了 我们要真实的实力去做 所以行销跟我们团队 这个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只是说 我们怎样去行销自己 行销我们自己独特的品牌 这就跟还有跟人家团结 合作的团队 这个就可以让我们名利双收 也就是会成功 分享给大家这几个独特的风格 谢谢